今天我们和大家煮一个简单快捷的汤匙 和风会豆腐 红萝卜我们可以用沙拉机刨幼条 如果没有沙拉机,手切也可以 豆腐切成小简 葱切成葱粒 然后我们将调味料加入煮中 材料有水 煎鱼汁 料理酒 味淋 生抽 糖 盐 放开火 煮滚后 可以加入红萝卜 一起在锅中煮5分钟 煮完红萝卜后 加入豆腐 然后撒上葱粒 然后逐渐加生粉水 煮完红萝卜 煮到你自己喜欢的稀结程度就可以了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朋友可以like,subscribe,share 和记得按下小铃铛 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最新资讯和影片 请不吝点赞 您的影片 感谢观看